担任长厅支县的宋慈造福百姓巧破案件 卓著的政绩很快让他得到了升迁的机会 一跃成为从无品的少武通判 那么在通判任上 宋慈是否还能够像他在长厅时一样风生水起 面对日益沉重的政务负担 他依旧坚持对案件侦破的不懈追求 经过不断的实践 宋慈又取得了哪些成果 合肥工业大学钱宾将为您讲述 大宋提刑官宋慈第五集 通判企业难题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一集我们说到宋慈在长厅担任支县一职 在他担任支县的几年间遇到和处理了很多案件 经过总结灵念 他把这些尸检方法 短经验都详细地记录了下来 后来这些内容都被记录到了喜冤记录之中 不过这是后话 此时的宋慈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契品县令 还在基层积累着尸检断案的经验 应该说宋慈在长厅这个支县当的是十分称职的 不但审理案件那是得心应手 积累了丰富的现场经验 而且还善于管理政务 整个长厅被他管理的那是津津有条 工作这么出色 自然少不了升迁的机会 宋慈在长厅县干了一段时间之后 升职的机会到了 通过考级呢 宋慈升为少武通判 这是从武品的官职 通判是干嘛的呢 宋代 通判一职啊 是皇帝为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监察和控制 所设立的 可设为支州的副职 这种官职啊 类似我们现在的纪委那种角色 应当说 这个工作和宋慈担任支县时的工作 有很大区别 一个是监督百官 一个是从此案件 现场的勘验审理的第一线 那么这样一个工作 对宋慈日后撰写喜愿记录 有没有什么帮助呢 是有的 而且应该说帮助还很大 因为宋慈啊 就是通过通判这个职位 一跃成为日后 我们所知道的大宋提醒官呢 加弃三年 这年前后呢 两者西路干旱欠收 造成饥荒 这宋一带啊 在地方上有鹿 这样一级行政单位 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省 那么两者西路呢 它下下临安的七个州 这属于经济重地 这是在天子脚下 发生了这样大旱的事情 那还了得 宋慈呢就奉命 到发生灾荒的地方去考察 他发现呢 这当地的情况很糟糕 有没有粮食呢 粮店里面倒是有粮食 但是呢 斗米万千 什么意思 一斗米一万千 这么贵的粮食 那谁买得起呢 有有没有吃的 鸡鸣甚至大白天 跑到路上来抢粮 社会治安 但是非常混乱 宋慈深感事态严重 如果不采取措施 祸患将不起而止 什么祸患呢 就是农民起义 中国古代啊 每个王朝的末期 大都会出现大饥荒 民无所食 老百姓不得不起来反抗 推翻旧的王朝 所以这件事呢 不仅事关民生 也事关国家命运 宋慈自然是 游行冲冲 那怎么解决呢 当时啊 官府有一种办法 就是用钱去买粮 用买得了粮呢 来政绩灾民 不过官府的拨款 那是有限的 所以要平价 甚至低价 去购粮 这样才能让老百姓 有更多的粮食 但是当地的那些 强宗巨士呢 就不这么想 什么是强宗巨士啊 那就是官户人家 地方豪强这些人 他们带头 囤急剧旗 抬高粮架 这希望捞到更多的好处 那么当地的官府呢 却是 受手无策 宋慈调查以后发现 真正和官府 对抗的 那只是少数的 强宗巨士 他们的手中粮食 那是最多的 有一些富户呢 在这里跟着起哄 这是想从中啊 这个浑水摸鱼 他们手上粮食 那也不多 那宋慈又琢磨着 是不是可以把这些 这些人给他区别对待 减少购粮过程中的 对立面 经过一番思考呢 他就提出了一个 计跳法 这计跳法的计啊 就是救济政绩的意思 跳呢 就是卖米的意思 谁卖米啊 就是强制那些 强宗巨士 把多余的米 卖给国家 然后国家呢 用这些米来政绩灾民 宋慈建议 把人户呢 按照经济情况 分成五类 那些赤贫的人 是完全接受救济 那你烧好一点呢 你就接受一半的救济 那中等以上的呢 就不接受救济 那富有的 还要把自己多余的粮食 卖给国家 那这样 既把强宗巨士 和普通富户 给区别开来对待 减少了购粮过程中的 那个对立面 又使得购来的米 也就是购来的粮食 又分别的 发放到贫困者的手中 真正发挥 国家政策 他的作用 这项措施 那是考虑的 很周全 也有操作性 于是宋慈 就上奏朝廷 朝廷很快下令 要推行 但是话说回来 谁来负责执行 免着其路 从上到下 各个极官吏 有数百个官吏 但是无人愿意 介入差事 为什么呢 因为谁都知道 这计条法 那确实是一项 惠明的好措施 不过却会得到那些 强宗巨士 也那些豪强们的 仇事 那这些家族啊 势力庞大 手眼通天 他轻易地就能 把主事者的 乌纱帽 给摘掉 你给老百姓 摸福利 不错 但是却弄丢了 自己的乌纱帽 算算 这个买卖划不来啊 所以谁都不愿意 接这个差事 那宋慈一看呢 无人运达 他咬咬牙说 那既然是这个 计条法 是我提的 那就由我来执行吧 他何尝不知道 这件事是得罪人的 甚至会影响他的前程呢 但是宋慈 还是依然决然地 接受了这份差事 宋慈来到当地 推行计条法 自然 他也遇到了很多阻碍 宋慈呢 他不寻私情 不惧豪强 史料上说 他辅良善胜恩 临豪华胜威 对老百姓呢 非常和善 对那些豪强呢 很严厉 这使得他的措施 很好地贯彻了下去 从支县到通判 宋慈在每一任官职上 都政绩斐然 而他对法医学的研究 也随着自己 仕途之路的展开 而不断深入 那么 他的研究 还有哪些重大突破 他的这些新发现 新方法 又对后世的案件 侦破工作 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合肥工业大学钱彬 将继续为您讲述 大宋提刑官宋慈 第五集 通判解难题 在他破获的大量案件中 也得是自译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上吊 可能有人会奇怪 古人为什么会普遍选用 这样一种自查方式呢 这和古人的文化观念有关 咱们先明 对身体的完整性 非常重视 不容损伤 而进入封建社会 这种观念 又被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孝经中是说 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实业 这把保持身体的完整性 同是否尽孝 就联系在一起 由于有了这样的传统观念 所以古人在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 会选择一种不毁坏遗体的方式 这样就可以使得尸体完整 完成尽孝的意愿 古人常见的自杀方式 有自义 服毒 投水等等 以自义最为常见 而在古代 不仅平民百姓 就连九五之中的皇帝 想要自尽的时候 也往往会选择自义 明朝的从政皇帝 就是其中之义 从政十七年 三月十七日 尼兹城的起义军 围攻北京城 从政就开始准备后事了 他现实让非平们自尽 从政哭着对自己的皇后周氏说 你是国母 理应勋国 周皇后也哭着说 陛下命妾死 妾怎么敢不死 说完了就解怠自已而亡 转过身来 从政又对一位元贵妃说 你也随皇后去吧 元贵妃哭着拜别 也上吊自杀 到了十九日晨 北京的内城实现 从政得着这个消息 就带着太监王承恩 登上了眉山的守皇亭 在这里呢 从政吊死在一棵树上 两天以后 人们才发现这位国君的尸体 在这出去国王家的悲剧之中 从政和他的妃嫔们 甚至他的皇嫂张氏 都选择了自已作为了断的方式 不过同样是意 可能是自己意 也可能是别人来意 也就是别人来把他勒死 有些人呢 会先把人勒死以后呢 然后把犯的现场 伪造成自杀的样子 以其逃避律法的陈访 对于官府来说 如果有一具尸体 那就必须要判明 是自已还是他意 这是官府的职责 有些人可能是自杀而死的 对于这样的情况 官府大致就可以解案了 而如果判明是他杀 官府就要开始接拉凶手 所以对于宋斯来说 遇到这样的案件 首先就要确定死因是什么 这个对普通的观念来说 可能是件难事 因为自已的有男有女 有胖有瘦 环境和地点也是千差万别 甚至他们上吊的时候 截神套的方式 它都不一样 这可怎么见别 问题再难 难不住有新人 宋斯 他对自已的法医学特征 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总结出了其中的规律 在《喜愿记录》中 他用了整整两节的篇幅 详细介绍了 中种可能出现的情况 和鉴别的方法 他道出了其中的关键 喉下痕 紫赤色或黑色 直至左右耳后发迹 宋斯认为呢 关键是要看自已时的绳索 在脖子上留下的勒痕 这道勒痕呢 应该是深紫色的 而且一直延伸到 左右耳后的发迹 只有这样 才是真正的自已绳索 那么宋斯在《喜愿记录》里面 记载了这一条 有关自已的检验方法 是不是正确的呢 我们来看看例子 有一位夫妻晚上休息 这丈夫呢 让妻子给他泡一壶茶来喝 妻子动作慢了 丈夫很不高兴 就开始骂骂咧咧 这妻子也不甘示弱 就回骂 丈夫老了 就一拳打在妻子的左耳上 把他打翻在地 妻子倒地之后呢 就骂开了 你爹妈怎么养你这个野种 丈夫暴跳入零 顺手捡起地上了一根柴火 向妻子砸了过去 妻子用处一挡 柴火呢就砸在手上 手被砸伤 鲜血淋漓 丈夫赶上前去 罩着妻子的脑门 又狠踹了几脚 妻子立马混了过去 不久呼吸急促 接着一命呜 见妻子死了 那丈夫害怕起来 为了逃避罪责 她伪造现场 怎么伪造的呢 她把妻子手上的血迹 擦干净 又给她换了一套衣服 把它放平整 然后用绳子 在尸体的脖子上 用力的泪 这些做好以后 她去死者的家里 报丧 说是妻子 争吵以后呢 就上吊自杀了 妻子家里男人一看 死者的头上 耳上 手上 都有伤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即便是 她是自杀 也一定与老公的 打骂有关 弗亚来的武作 仔细 一眼看了死者脖子上的 勒痕 发现只是一道白痕 不是喜愿记录上 所说的那种紫色 那断定呢 是死后卡勒所致 知否就审问了个丈夫 他的供述呢 与武作的检验 结果一致 确实是先殴打至死 然后再用绳子勒的 从这个案子我们可以看出 真自已死和假自已死 在勒痕的颜色上 是不同的 自已死后的勒痕的颜色呢 是深紫色 而假自已死呢 只能造成一道白色 或者略深一点的颜色 那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血循环受阻 所以自已的人 会在脖子下瘀血 勒痕的颜色就会很深 而如果是死后再掉上去的呢 它已经没有血循环了 也就不会形成 生子的勒痕了 宋慈的那个时候啊 还没有血循环的认识 所以只能从表象 也就是从勒痕的颜色 来进行判别 面对自已他意的案件 侦破难点 宋慈经过认真的观察 总结出了通过勒痕颜色 判断死因的法医学技巧 然而 自已案件错综复杂 自已的原因也多种多样 究竟怎样 才能判断出死者上吊的 真正原因 宋慈又如何能够凭借一些 看上去毫不起眼的细节 还原真相 找出真凶 合肥工业大学前兵 将继续为您讲述 大宋提行官宋慈第五集 通判解难题 那么后世的官员 掌握了勒痕 这个基本标准 是不是就可以拨开迷雾 了明案情的呢 那倒未必 因为自杀现场多种多样 自杀者的心理呢 也是千差万别 如果一个官员 能够恭轻易 失手低头 进行实地勘验 往往会在现场 发现一些细节 而通过对细节的琢磨 就可以揭开案件的真相 有一次 牙医来报 说是有人在野外 上吊死了 宋慈呢 就亲自带人到现场看一眼 一具尸体吊在树上 武作把尸体放了下来 先整体检查一下 看看体表有明显的伤痕 然后用门板呢 把尸体抬到光线好的地方 再仔细检查 宋慈呢 他看了看死者的衣服 然后就在死者上吊的地方呢 就仔细地查看 在死者上吊出的地面 他看到一块黑乎乎的 像烧过的痕迹 他让人挖开 里面还有没有烧尽的木炭 武作验试完毕 来向宋慈汇报 他刚要说话 宋慈伸手指指 说这个人肯定是自医 找到他的家人 让他们把死者安葬吧 我做大为精英 大人 您怎么这么肯定 死者是自医的 宋慈笑了 我凭连点就可以断定 第一 死者穿了一件刚洗过的衣服 但凡一个决定去死的人 他就会换上新的 或者是好一点的衣服 这样他的死相 就不会很难看 到了阴间 也不会很寒酸 这是第一 第二 死者的脚下 有一块烧过的痕迹 这是死者自己烧的 武作说 死者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这是咱们这里的风俗 叫卵坑 死者是希望尽早投胎转世 所以死者 是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然后上吊的 这一定是质疑 古人大多数是把死者 装进棺材 然后土葬 在下葬前 人们会在挖好的土坑中 烧芝麻杆一类的东西 进行备摇 一再营造一方热土 让死者可以尽快投胎转世 来世像芝麻开花一样 节节高一世比一世活得更好 自己的人虽然要了却精深 但他也希望自己的脚下 是一方热土 以便尽早投胎转世 所以他会事先在地下 挖一个小坑 烧些木炭 然后再用土掩埋 一再暖坑 宋慈注意到了民俗文化 对自杀心理的影响 从而一举端 被宋慈留给后人的 不仅仅是一些技术和方法 还有他的思维方式 后来在喜愿记录里 宋慈还写下了现场需要注意的 很多细节 例如他有这样一段心得 若经谜语 须看死人赤脚或着鞋 其踏上处有无印下脚迹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说 下雨天 如果死者曾经从离令处走过 应该看看他的是赤脚还是穿鞋 他垫脚上吊的物品上 有没有留下脚的印痕 当然死者如果从灵令地走过 那他上吊时登踹的垫脚物 一定会留下脚印 反正就很可疑 甚至说明死者 可能根本不是自己身亡 清朝的时候 山东某县就有这样一个案子 当地有家也二人 素来不目 家和妻子吵架 妻子一时想不开 就悬梁自尽了 家开始有些痛惜懊恼 竟然一想 何不趁机嫁祸给乙 处处胸中的恶气呢 于是他趁雨夜 把妻子的尸体就背到乙家 挂在他家的门楣上 第二天一早 一起床开门 看见一具尸体挂在门前 顿时贪婪在地 正在这个时候 贾 贾庄 寻找妻子 就来到了乙家的门口 他俯师嚎啕大哭 无论乙怎么解释 还是到县衙报了案 县令文报就亲自跑到现场 他宴看完尸体之后 就开始询问贾 乙等当事人 贾说 我和乙素有交往 只因家中贫寒 昨天晚上让妻子去乙家见命 早上我起来一看 妻子还没回来 我跑到乙家一看 妻子已经吊死在他家门口了 这一定是乙把我妻子给逼死了 往大人明察 乙听到贾的控诉 恐慌异常 却又无法辩白 只是不住地磕头喊怨 县令对乙说 你不必惊慌 此事与你无关 转过头来 他的假说 是你把尸体移到乙家门口的 假吃了一惊 连连喊怨 县令冷笑地说 你不必装可怜 我自会叫你心不客服 昨天通宵大雨 地上淋淋不堪 如果你妻子 真是像你所说的那样 跑到乙家来见命 他的脚上 一定是沾满你命 可是你看 他的脚上很干净 这说明他根本没有来过 一定是你妻子 在家自艺 然后你把他的尸体 移过来嫁祸给你 这个县令 就是根据宋慈 在喜愿记录中的提示 注意了现场 特别是死者 脚步 有无离令的细节 再根据当事人的陈述 一举破案 其实宋慈这位法医鼻祖的 既是内核 不是法医技术 而是他围观的理念 情政暗民 只要做到了这样一条 还有什么细节 发现不了 还有什么案子 破不了 这一讲 我们介绍了宋慈 所碰到的一些案件 他把断了经验 进行了系统的总结 写进了喜愿记录 流传后事 那么宋慈在少武通判 任后他的仕途 又是怎么发展的呢 请看下一讲 谢谢大家 宋慈在少武通判任上 不但悉心侦破案件 还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法 这使得他在取得了 卓注政绩的同时 也得罪了当地强宗巨士 然而面丢官霸职危机的宋慈 为何反而得到了晋升 成为赫赫有名的 大宋提刑官 在明天的节目里 合肥工业大学 前宾将为您讲述 出任提刑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 검论